矽谷银行倒闭也掀起全球金融股的动荡 10号以来这个全球金融股的市值 已经缩水超过4600亿美元 尤其在今天台股的金融股 也是沙盘的重心 公告不发鼓励的国票金 是最惨的重挫额超过7% 但是包含了中信开发永丰金 全部都把今年的涨幅吐光了 美国矽谷银行倒闭风暴持续烧 让投资人信心大受打击 一天内竟有21万散户退场观望 让台湾股市提不起劲 14号指数开低走低 疾管盘中多空交战激烈 却难低尾盘卖压出笼 最终下跌200点 失守15400点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317亿元 包括你的EPS是逐年都是正成长 过去5年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的负债比是在50%以下的 第三个的现金值率在5%以上的 若是这样的话 其实不要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体制好的公司 它在这一波里面反而是 涨时重市 跌时重值 其中金融股更是沙盘重心 国票金拍板不发股力 引发失望卖压重挫7% 大型金控股也延续跌势 中信金 开发金 永丰金 下跌于1% 更是把今年以来的涨势都跌光 金融低迷之际 本中金控法售会则由新光金打头证 那整个金控公司是负的570亿元 主要是反映市场以及利率波动 对于评价的影响 不动产 负的0.6% 虽首见负报酬却强调只是暂时性影响 至于股力方面 则表示将看财务结构评估 但台信金却给的大方说 今年股力配发率将同比去年水准甚至更高 金融业受到美国大环境影响 今年恐怕还是步步惊心 东赛新闻 陈宇轩 傅一文台北报导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 谢谢您 大家好